为什么带只箱子来 这个是我在最后环节给他准备的礼物 希望他能带着箱子一同出来 我不要你的礼物 我都跟你分手 我还要你礼物干嘛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最多是有原因的 那你爸妈一直在骗我 看小片的时候说 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他在欺骗你 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 半年左右 怎么认识他两位 是他小姨介绍的 相亲那天我去挺早的 然后结果远远看他带一女孩就来 我当时挺那么 我就问他 他回答我说那是他表姐 最后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表姐 这是他前女友 你说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男人 这不我都跟你说好多遍了吗 因为当时我小姨在这之前 就给我介绍过很多对象 但是对方不是奇葩 就是看不上我的 那你就别去呗 那我如果早知道是你的话 我赴汤导火我都要去找你啊 因为我当时就第一眼 我就给看看她了 当天我小姨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相亲 我本来不想去 但是当时就和我这个 其实是我前女友 但是后面她才发现的 然后就带着我这个前女友 我前女友也鼓励我 然后就让我去 就逼着让我去 最后我就带着她就去了 但是本来没想做一桌 但可是后来呢 我这个饭店的人也多 你为什么不告我呢 可是我带一个女的 我只能给你就是 带一个谎言 骗你说是我表姐 那表白呢 那跟我表白 也得带你前女友一起去吗 表白也带表姐去 所以你不知道 那天她表姐给我打电话 叫我去游乐场 等一下 我再确定一下关系啊 到底是表姐还是前女友 前女友 表姐前女友是一个人 她是一个人 欺骗她是我的表姐 好吧 那我们先用这个表姐来引述一下 大家听的可能会清楚 她给你表白的时候带着表姐去的 对 是她表姐给我打的电话 然后打电话叫我去游乐场 当时我去了 我男朋友整个把旋转木马 全部给我包下 挂满彩灯还有气球 我当时觉得挺幸福的 我就答应了她的表白 她表白的时候表姐也去了 对 因为我想给她那个一个珍惜嘛 当时正好是我这个所谓的表姐 她正好有这个游乐场的关系 所以我就托她 把那个旋转木马给她包下来了 你说你第一次表白 你是没办法 那第二次你也是没办法 那你后来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还要一直欺骗我呢 这不后面我没有 都是你主动联系她 让她来跟你 就是跟咱们俩在一块 其实后面就没想着我要带着她 因为她毕竟是我前女友 因为我出国学习二十多天 然后结果到下午的时候 我们还通了电话 到晚上我一直打不通电话 两个人电话全部都关机 打到半夜两点的时候 电话打通了 打了还是家里的座机 也探到两个人在一起 大半夜你说孤南瓜 你能干什么 这事我都跟你说好多遍 她就这次纠结 当时呢是因为 我跟朋友出去喝了点酒 就遛到那个 我这个前女友的 就那一个店 我们其他店不能去吗 到了她这个冷银店进去呢 正好就是 他们有个同行 过来找茬 然后正好有家男朋友撑腰 就一直快动手打起来 人是男朋友 那你呢 你是我男朋友 她不是我前女友 如果她就只是我一个单纯的朋友 那我肯定也得帮着人家 那你们就得半夜在一起 待到新更半夜吗 那不是都跟你说 当时不是就因为打架了吗 打架去了下医院 这个事情我替她出头 她觉得就是对不住我了 所以回家照顾了我一下 这个表姐是做什么的 这个表姐是开冷饮店的 为什么跟这个表姐分手啊 是因为我们之前 三年前家里人不同意 你跟表姐处了几年啊 一年多吧 处了一年多 对对 但是我们分开三年了 她现在有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 是因为什么原因 家里人不同意是吧 家里人家里人为什么不同意呢 就是喜欢 因为她年龄比我大 大几岁 大三岁 你喜欢她吗 现在不喜欢 我现在只喜欢她呀 姑娘你受不了这个是吧 受不了 才半年是吧 对 半年就可以转身就走啊 她一直休息 我确实心里有她 不想放弃 那你表姐没给你出点什么主意 这不是今天就来了吗 来这也是表姐 不是不是 是我自愿 是我自愿的 我知道是你表姐出了主意 那我就不来了 我们见见这位表姐吧 来 有请表姐 你来干啥 你还好意思来吗 我一直把你当姐妹 你把我当什么 你们一直都在骗我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解释的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 别跟我解释 从第一次相亲 第二次表伴 你所有你都在骗我 相亲表白 我也是为了她好 毕竟她也是老大不小了 然后家人给她介绍 那么替她操心 我也是替她挺着急的 她挺好一个男孩 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女孩 跟她一起生活 那你就跟她一起生活呗 你们天天那么腻歪 我喜欢的是你 我和她生活什么 我来问问 其实藏的挺好的 怎么被人发现的呢 您这话说的 我们根本不是藏 因为之前我们相处的时候 其实都 状态都挺好 但是就是因为她家人不同意 不同意 那我也比较 比她大几岁 也比较 肯定要比她成熟一点 有什么事我能想通 我说既然 不能因为这件事 让大人们 咱脖子 咱脖子 咱脖子